今天我们来聊聊李玉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 很多朋友可能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呼李后主 不错,他是词人 也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最后一位君主 李玉虽然在政治上谈不上是一个明君 但他的艺术天分却堪称是一绝 李玉的词雅历又细腻,感情深志主题多样 而且意境都特别美 像《人生长恨水长冬》是对人生疾苦的深深的叹息 还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是对生活苦难的诗意诉说 应该说这样的家具是可遇不可求的 还有《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是对生活无奈的那种痛苦寂寞的表达 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 后半生都很痛苦 可是他却在词坛上创造了一片独有的天地 这样的人生不可谓不传奇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一首亡国之后的作品叫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呢 被俘虏囚禁了 所以这首词描绘了他这个亡国之君的孤独 和对故国的深深悲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词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五代,李玉》 往事只堪哀 对景难排 秋风云 秋风亭院险清街 一任猪脸闲不卷 终日谁来 今所以沉埋 壮气浩来 晚凉天静 月华开 想得玉楼 摇电影 空照 情怀 这首词的气氛很悲凉 一句往事只堪哀 让人心痛 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觉得往事回想起来都是悲哀呢 其实这是李玉当时的心境 李玉当时做了宋朝的俘虏 所谓俘虏一般都是被杀被定罪 或者被分给达官贵人做下人吗 李玉不一样 他是帝王 所以被俘虏后呢 宋朝装模作样地给他留了活命 把他囚禁在了汴京 具有关记载呢 李玉居住的院子外 有老族守门 是不可以和外人接触的 这首词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那种心情 整首词的大意是 每天回想起往事 只让人徒增哀叹 即使是面对着眼前的景色 也终究难以排遣心中的愁苦 秋风萧瑟 冷冷清清的庭院里 台阶上爬满了青苔 这些都是触目可见的 门前的珠帘 任凭他们慵懒地吹着吧 不需要再卷起了 反正整天也不会有什么人来 那横江的铁锁链 已经深深地埋在了江底 那豪壮的气概 早已经赋予荒郊野草了 傍晚的天气渐渐转凉了 我不禁想起当时的天空是那样的明镜 月光毫无遮挡地 洒在了情怀河上 这样的回忆多让人痛心啊 人们都说这世上最难过的 不是从来未曾拥有 而是拥有之后再失去 这种巨大的反差 落差带给人的痛苦 是相当大的 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人 喜欢回忆往事 因为那里有他最得意的那些时光 同样的一个有着不堪忧过往的人呢 也总是会忍不住地回忆往事 忍不住去咀嚼这份痛苦 找一个机会去反思 礼遇这首词就是这样的情况 亡国之后 他只能怀着一种悲哀的心情 去回味那些曾经的往事 曾经的君主尊严 风花雪月 曾经的奢华和辉煌 曾经的秀美山河 以及一切一切 在他被俘虏以后 不知道回想了多少次了 每次回忆起来都是痛彻心扉啊 拼天爱上和后悔 关押他的这个小院子里 不管再有什么景色 也难以排遣他心中的那种 失败感 无力感和尊严尽失 被关押的耻辱 一个哀字 一个男字 饱含了多少心酸 秋风起了 这个时候树叶开始凋零了 叶落都要归根 大雁也已经开始向南飞了 是啊 想想这应该是一个漂泊天涯的游子 该归家的时候了 可是礼遇的国家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去哪里 他也再也回不到美丽的江南了 一个小小的庭院困住了他的下半生 一任株连闲不卷 终日谁来 作为囚徒他终日孤单 谁会来看望他呢 这里的遗任写得太到位了 表达的是礼遇的那种无力抵抗 也无心抵抗的状态 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罢了 经锁已沉埋 撞气 浩来 这两句用了典故 展示了一个昔日的王朝 是如何沉没在历史的荒草之中 三国时期 吴国的君主曾经用铁链锁断长江 希望以此来阻挡 进军的进攻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礼遇希也曾经在西塞山怀谷里 写过这个历史事件 写下了 千寻铁锁 沉江底 精灵王气 黯然收账的句子 再来看看最后的结尾两句 我一直觉得有一种破碎的美 想得玉楼摇电影 空照情怀 这是一种想象 礼遇当时被关在一个小院子里 可他的思绪却飞到了昔日的故国 他想象着 同样的月光应该照亮了 南唐故国那些华美的宫殿 照在穿越精灵都城的那条 美丽的情怀和尚了吧 这个美妙的想象是当时精灵城的独特景象 也是礼遇朝思暮想的家园 可是想终究只是想想罢了 现在的精灵已经人去楼空 一切都早已经改变了 李玉用这个空字 既描绘了月光照射下的那种寂静无声 又巧妙地暗示了南唐早已经江山一主 一切过往皆成空了 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沉痛的现实 应该说这首词读来是又唯美又悲哀 这是有深刻复杂的人生体验 才能写出来的一字一句 今天我们再次读到他被他讲述的故事 被他的深沉哀丸所打动 真的是要感谢李玉 其实您知道吗 据说这首词当初差点就散失了 因为毕竟是亡国之君的作品 据传后来有人发现了 在白州池有一个姓夏的人收藏了这首词 又抄录了他 才让这首经典作品重见天日 被更多人看见 被后来的我们看见 今天当我们再次读到他 会感悟到背后的那段风起云涌 波澜壮阔的故事 感悟到人生的那种顺利 荣辱和祸福 就像有句老话说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平复几回也不到了 所以更能够感受到人生的那种 多变和无常 让人在诗词之美当中去回望历史 品味人性和人生 怎么样 您喜欢这首词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 好了 今天关于李玉的这首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就和您聊到这了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